Hello!HFA澳洲韩食! 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没有? 如果未订阅的话,就快点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吧! 一有新片,你们就会马上知道! 多谢大家支持HFA澳洲韩食! 今集这条影片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 因为有网友说 HFA,你平时如果不是出去找好东西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就带大家一起和HFA游客周末 我们第一站就来到Callingford Court 要找早餐食家 我们就来到这间Lab Kitchen 这间Lab Kitchen是韩式咖啡 而它在Callingford Court也不是开了很久 我们在柜位点了食物之后,店员会给我们一个牌子 然后食物就会送上来 今天是简简单单的,所以我们的早餐就只是这样 就是Egg on Toast 就是一个Scramble Egg 然后就两块很厚烘的多士 然后当然不少的就是一杯热辣辣 和拉花辣得很漂亮的Campaccino 那块多士热辣辣 最好就是搅上牛油 那块多士热辣辣 最好就是搅上牛油 那块多士热辣辣 所以就会更加好吃 而且说明Egg on Toast 当然是把蛋放在多士上吃才行 对于我来说 总之有一杯香浓热辣辣的咖啡就OK了 好了,吃完我们简简单单的早餐之后 就在Carling Ford Court 里面Shopping 那我们就上到一楼的位置 去到这一间通里超级市场 这一间是一间糖色的超级市场 马上拿车子进去看看有什么可以买 哇,有很多糖色的菜 有菜心 还有芥兰 有些葱和芫荽 本身我今天有个Shopping List 第一样要买的呢 就是这个啦 Kimchi 跟着还要买两匹豆腐 跟着还要买两匹豆腐 还有豆腐脯 还有洋春面 加上我们之前买的葱和菜 就去柜位 在柜位前面有个大柜 大家看到吗 有很多中式的药物 包括白花油都可以买的 好了,马上买单 先来看看 都挺重的 原来都买了多少东西 跟着呢 在这间通里超市的入口 另一边呢 就有一个新开的肉档 牛啦 羊啦 和猪肉 都可以买的 我就买了些猪肉碎 在这个肉档 对面呢 就有一间 卖粮菜的店 我久不久也有来帮衬 粮菜都挺好吃的 好了 这里就是一楼 回到地上那一层 有一个很大的food court 去完华人超市 或者是唐人超金市场之后呢 我们就去一个西式的超金市场啦 这间就是Woolies 是集团式的,很大的 我们就要买些番茄啦 我们就要买些番茄啦 番茄也有很多种的 除了番茄呢 薯仔也有很多种的 之后呢 我就要买些三文鱼啦 在澳洲呢 那些猪牛羊都很漂亮的 特别是那些牛扒 你看看 整块面这么大啊 整个冰箱都是牛扒 看来今天的生果都挺漂亮的 好了 好了 又是计数买单的时候啦 在超市外面呢 就是这个food court 有档消纳档喔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家吃fish and chips 另外还有一家麦当劳 和kfc 这个food court很大 那我们呢 就来这家 都算是新开的店铺 就专买芝士饼 和椰撻啊蛋撻啊 都有很多人排队的 那我们最后就买了个芝士饼 买了蛋撻啊 和椰撻啊 好了 买了那么多东西之后呢 都要放回上车啦 还回个trolley先 接着呢 我们就去附近一间 肉当买东西 这间就是bikmeat了 它有批发和有零售啊 它的和牛和安格斯牛呢 是比超市的那些的 当然要买些回家啦 又搞定啦 好了 那肚子呢 都有一些饿了 咯 那我们就开车过来这个 McCory Center那里 看看有什么吃啦 那周末呢 一向都是很多人的 这里 每间餐厅都排队喔 那我们呢 就要去到这间 寿司店吃东西的 但是看来都是排了长龙的 那咯 那排了大约半个小时 之后呢 就到我们啦 店员就带我们入座啦 那这间呢 那这间呢 就叫做Mitsu 直接喝一罐可乐先 吃寿司当然不少也有些寿司醬啦 第一样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 烧蟹柳寿司啦 接着来这个呢 就是芝士三文鱼卷 跟着再来呢 就是烧带子寿司啦 好大粒好厚的带子啊 再来这个呢 就是海捷鱼翅寿司 再来这个呢 好在这里做更多的烧三文鱼寿司啊 最后呢 我们两个人呢 就每人叫了一个圆壳蟹手卷 脆薄薄的纸菜里面 包着些饭和热辣辣的圆壳蟹 够了好味啊 你看看这里就是我们的戦绩啦 那今餐呢 我们两个人呢 就吃了奥币65元 这样简单单 HFA又过了一个游闲的周末啦 好 这条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给个like share影片出去 给点comment 和按一下小铃铛 如果未订阅HFA澳洲找食的朋友 就快点订阅这个频道啦 还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